午后,魏英开了书房门,陈掌士心下一松,正要让人传善,魏英却摇头道,不急,心下还不饿,他递给陈掌士一张字条。 交代道,你让人去他医院,取这几味药材来。 陈掌士接过字条,能做这重轮店的掌士,他也是时文断字的,只是,这上头字迹龙飞凤舞。 他注视瞧不明白,见人面带游疑,魏英道,何事? 陈掌士旺收好字条,道,殿下安心,老奴这就遣人去办。 虽说眼下宫中药材紧缺,但重轮店要什么? 他医院自然是立刻奉上,魏英亲自配好离夫药,却有些游疑。 陈吟再三,他起身去了厢房。 小内是在重轮店中歇了半日,勉强清醒了些,工人替他换过一块帕子,又简单同他交代了些事。 直到自己身处重轮店中,躺着这般舒适的床榻,他一时有些惶恐,主子就站在他面前挤不远。 他咬牙,打起了精神,魏英问道,你叫什么?小内是在他上磕了个头。 回道,殿下,我,奴幻温宁。 温宁,魏英汉首,是个好名字。 魏英正色道,温宁,我便不同你绕弯子了。 眼下宫中异病盛行,我这儿有一副方子。 兴许对症,只是,并不能保证。 若是,他指了后面的话头。 在场主人却都明白。 魏英继续道,愿不愿喝这副药? 全在你,原本以为温宁或游宁。 哪知之小内是磕了个头? 颤声道,奴,奴愿意,喝下去是生死未卜。 可不喝,便只有死路一条。 他是这宫中最莫等的杂役,哪有人会理会他的死活。 若是殿下不捡他回来,只怕他早就被送到乱葬岗等死。 宫中染病的杂役众多,能见安向的已是不易。 横竖都是死,不如搏一搏。 魏英心下叹息,既得了肯定答复,便吩咐宫人去监药。 按住兰镇的命令,总管拨了几位于药房的小师傅,入中卵店当差。 是以魏英这两年喝的药,都是在中卵店献剑的,省去了不少麻烦。 第一副药很快便熬好送了上来。 黑洞洞的一碗腰汁,谁也不知是生是死。 敷着小半日的冷帕子,温宁断断续续发着低烧,人也迷迷糊糊。 一名工人为他喝了药,他便又睡了过去。 一连三日,魏英的心都是悬着的。 第一副药方,温宁吐了大半碗,魏英斟酌着改了药量。 周天的几位温和的药材,三日六副药用下去,人也熬得有些疲惫。 第四日清晨,负责照顾温宁的小六子递出了消息,成长式跌跌撞撞跑到正点。 回禀道,殿下,殿下,小六子说温宁的烧退了些,这已是难得的好消息。 魏英长舒一口气,披了件衣裳,又去给温宁诊脉。 温宁的气色比来时好了些,人也清醒不少,诊完脉。 魏英又提笔稍稍改动了前日的方子,而后再腾抄了两份。 她将其中一份递给小六子,交代道,按住药方,午后再煎一次药。 给温宁付下,小六子领了命令。 魏英收好剩下的副药方,对臣长示道,走吧,去太医院。 经中一病蔓延,人心惶惶,太医院首当其重。 不少太医已半月未归家,宿在太医院中,翻月古籍,想支出药方。 魏英到太医院之时,愿正照了十余名太医。 在厢房内,正上一对正直访,魏英没有让人通传。 又是以一众太医免礼,道,诸位不必拘礼。 我只是来看看,有什么能帮得上的。 魏英懂些医术。 太医院的人早便知道。 愿正自觉让出主位,重新坐定后。 魏英从怀中取出两份药方,传示众人。 愿正头发已经花白,粗粗看完药方。 男眼面上激动之色,敢问殿下。 此药方,您是从何得来? 这些十日,太医院并非毫无所获。 已制成了大半张药方。 同眼前魏英递来的,竟不谋而合。 魏英诚实道,从前敬您义友归场医病。 死了不少人。 幸而,我师父路过,留下了一副药方,才解了这微局,顿了顿。 他又道,这张药方,是我这几日诊了一位病者后改动过的。 只是,仍有许多不足,又有几名太医瞧过了药方。 暗暗点头,愿正恭敬道。 不知殿下师父乃何人,若在静宁城中,自然可以命人请来。 解眼下的燃眉之急,会因沉默片刻,道,我师父,明时影。 于众太医道西口凉气,神医时影,放眼着世间论医术无人能及。 能得他点不一二,是几辈子修来的复分。 只可惜,他来无影却无踪,要请他来怕是难如登天。 愿正看向魏英的眸中不由多了几分敬重。 神医时影的弟子,自然也不同凡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